歡迎光臨米諾咖啡的頻道 兩斤哥今天又來啦 又要烘咖啡豆啦 今天要用10公斤的直火富士 要烘什麼樣的咖啡豆呢 先自己打一下臉 已經有講過說 兩斤哥不太喜歡所謂的 艷陽的咖啡豆 因為不耐喝 那今天呢推薦的話就是 伊索比亞 耶加雪菲 沃卡 薩卡羅 十天為艷陽日曬 那這一種咖啡豆呢 聞起來非常有濃濃的酒香味 不是發酵味了 已經到了那種酒釀味 非常的重 那今天介紹的這一支咖啡豆呢 它是來自伊索比亞 耶加雪菲 沃卡 薩卡羅地區 那很多人講說耶加雪菲 那為什麼還要分什麼火丁丁啊 什麼哩哩哩哩哩 你要想想看說 在伊索比亞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講說 它是一個 最大規模叫做 史達摩 史達摩 史達摩裡面的一個區域 叫做耶加雪菲 那這個區域呢 耶加雪菲這個區域 我們就把它叫 桃園市 那下面的沃卡呢 我們就講說 大溪區 薩卡羅拉 就把大溪區裡面的喬埃里 就是這樣子分 分 分這樣子一個大區域 然後到後面的一個小區域 你就這樣去去想 那伊索比亞呢 那目前以前到現在 全部都是以地區名 為它一個命名 例如說它是大希拉 或是巴德就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說今天兩斤哥 來自己打臉呢 這一隻豆子呢 聞起來 以發酵味 轉換成的那個酒香味 濃郁 但是問題呢 它顏色沒有到一個深褐色 算是微燕養 那到底在一個高海拔的地區 上次我介紹了台灣南投的咖啡豆 海拔是840公尺 那伊索比亞的耶加雪飛 隨便動輒都是上2000了 今天那一隻呢 它的海拔高度約2000到2200公尺 在耶加雪飛算是 就是這樣 大家都差不多是這樣 可是在台灣來講 我說好高喔 根本就 我無法去到達這個海拔高度 那在高海拔 以及說特殊氣候 以及原生種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來做所謂的一個 微燕養的一個處理 到底它會蹦出什麼樣的火花 以及說什麼樣的味道 那今天我們就來 嚐嚐看 那這一隻豆子呢 我算是挑戰自己一下 算是打臉自己 這一隻豆子 嗯 兩斤哥差不多約莫 近了有兩袋 差不多60公斤 那我會放在我的米諾官網上面 刺激一下景氣 所以這隻豆子 兩斤哥在官網的話 賣得非常便宜 尤其是會員會更便宜 便宜到有些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限定限量 喜歡的朋友等一下 烘焙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有喜歡的朋友 記得去米諾的官網上面訂購喔 蝦皮可是沒有喔 好 剛剛講話的時間的話 我們來到了 烘焙時間是五分半 那火力的話 差不多是用大火 來做一個爆香的動作 豆量其實只有50%的豆量 好 然後我們現在 讓它速度快一點 幫我們再把它打開一點 火力再把它加強一點 這樣子的轉換 火熱對流把它加強了 但是相對的 你的火力也要把它加強 這樣在烘焙過程中 它的熱風旋轉 烘焙度的話也會急劇上升 現在來到了181度 已經快要一爆了 為什麼 人家講說 你怎麼知道一爆 一爆囉 因為我已經烘了 那麼久的時間了 眼睛閉得也知道 好 先這樣一下火 讓它吸熱完以後放熱 時間來到了快12分鐘了 現在是一爆密集 你習慣性的等到它的一爆密集過後 這是最安全的一個 淺烘焙的一個烘焙方式 等到它後面爆裂 密集爆裂以後 吸吸輸出的時候 其實拿出你的碳豆棒 聞到你所謂記憶點的香氣 差不多你就可以下豆了 如果你要它尾韻再足一點 那你就再等到它一爆完全結束 或者是到結束 會加深你的尾韻 如果你說你要種前段的香氣 那你現在就可以下來了 關火 就讓我們來沖煮這一隻 打臉的為艷陽 一所比亞的家學費 握卡薩卡羅十天艷陽日曬 他媽的有夠長 很多人講說 南京哥你好像用的器具都是比較高級 我只是想輕鬆喝了一個咖啡 那我要買那麼多器具嗎 不一定 但是問題我們有一個簡單入門的 不管什麼的話 畢竟不是說那麼多人一次我這東西 把它買到足 那有一些廠商提供的 當然是對面強國的 也不是不好 但是我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磅秤呢 我們之前用的還不錯 滿小巧精緻的 聽說是拿來秤茶的 台灣人頭腦也很好 拿來秤咖啡做一個電子秤 你看上面是木頭做的 還有這個盒子 非常的可愛 好 它可以秤到1000公克 所以呢 你全部壓上去的時候 你要自己算好來 你不要拿我的經典白串流 因為那一顆的話 就加進500公克 再加上你的水啦 下壺啦 全部加一加起來的話 它就失準了 好不管 我們就來試試看 磨豆機 是個非常主要的配備 有很多人用手搖的 現在手搖也是一直 往上一直攻頂 一萬多塊都有 那手搖的話 很多人說搖的那個感覺 香氣聞起來 各方面都不錯 那也有人說 我不要電位 我出去露營 有這種電動手搖機 滿方便的 它就是上面的話 也是充USB 下面 這個調科細度的 你可以去調整說 你要粗或者細 那磨起來 到底怎麼樣呢 這一次也是廠商提供的 好 我們的主軸 一手比亞 野家旋飛 我卡薩卡羅 十天燕陽日常 夠重的 濃濃的酒香 也是酒香嗎 紅酒的味道很臟 先拿個兩匙 按下去 很可愛吧 它磨完了以後 它自己會停止 你不用再去按開關 充一次電的話 差不多可以磨15次到20次不等 有USB插線 那磨的話 磨細的話 可能要磨到三分鐘 那如果以中等 我現在磨的話 差不多小富士的5.5號 這樣算是中度的研磨度 那這樣子磨到20克的話 應該差不多六七十秒就好了 其實也還OK啦 那我們就來沖看看 先加熱一下我們的水 九十度 打開來 細粉是有一點小多 均勻度呢 滿均勻的 聞一下它的粉香 那真的 就是那個紅酒香味 就是揮之而不去 然後你搖一搖 搖一搖 慢慢閉上眼睛再去感受一下 有微微的那種莓果的調性 好 我們再把它倒下去 搖起來 打開 我今天說這1000公克而已 就糟糕了 好 我們1比15 沖個300CC 水的話 水溫現在來到了88度 可以了 這個酒香 它不像 像中南美洲的燕陽 或者是橡木桶的那種酒香 或者是釀酒人的那種 很硬 很沉的那種酒香 它是比較輕柔的 它聞到的那種酒香呢 好 35秒 那種酒香呢 是後面還有東西的酒香味 後面呢 帶出水果 葡萄 這樣子的香氣慢慢地浮現出來 它是比較輕柔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在一個海拔高低的時候 跟土腦 畢竟說 燕陽 我燕陽 在每個國家 以及它的製成 它豆子本身的土質 還是會有差 所以呢 打個臉 不能一竿子打翻 一群人 不能一竿子打翻 全部的咖啡豆 燕陽就不是好 也有好的 但是問題呢 你喜不喜歡 喝咖啡是個非常主觀的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但是呢 東西有好與壞 你可以不喜歡 可是你不能說它差 只要說它喝起來 沒有那些雜味啦 瑕疵風味 畢竟咖啡豆 它的製成 它的栽種 是非常的辛苦的 我們要細細地去品嘗 每一杯咖啡豆 我們懷著一個感恩的心 去感謝世界各國 這些農民們 它再走 我們才會有 那麼美好的東西 當然在喝的時候 我們要感恩烘焙師 熱得要死 你要去找尋 消費者要的咖啡豆 尋找它適合的烘焙度 然後再把它包裝 再想slogan 再想行銷 再把它放在網上 或者是 研究各方面的一個充足 好 1分34秒 結束 激個10 激個10 聞一下它的濕香氣 燒到的奶奶 還是那個紅酒的味道 可是呢 這個燕陽的話 製作10天 10天為燕陽 聞起來的香氣是真的 燕陽那個味道是不苦爛的 但是喝起來順口度 比那些所謂的香木桶 或者是在後製處理法 更野燕的 你更容易入口 所以這一支豆子 並不是常備豆 那我只是說 梁京哥把這一支豆子 放在我的米諾官網 那我就是等於成本價 來靠閃各位的朋友們 你只要現在去我的米諾官網 上面下訂這個 椰家雪妃 沃卡沙卡羅 十天燕陽日曬 一包半磅 225克 外面的話賣多少錢 如果像他們這樣子算的話 700 800 900 都不等 不管 那半磅 米諾官網要賣多少呢 下標380塊 加入會員 會員價298塊 但是限量兩大 好 希望今天的椰家雪妃 沃卡沙卡羅 燕陽時間日曬 會得到你的喜歡 如果各位觀眾們 對燕陽的咖啡豆 你有喝過什麼樣的咖啡豆 覺得說他對你的感受呢 你是討厭喜愛 或者是有什麼樣咖啡豆 你覺得說非常的驚豔 也不會像梁京哥講的說 那麼的討厭 歡迎在以下留言喔 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為止了 謝謝大家的觀賞 謝謝 拜拜 謝謝